Hello 大家好 今集的題目是個人履歷不求人 第一集 九招編輯resume 人生在世總有很多時候我們需要付錢去買服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一些可謂瘋狂的收費 又或者你並不覺得是瘋狂 而且還會考慮光顧 Coach的朋友就申請了加拿大的Open Work Permit 他就積極去找工作 第一步自然就是收拾好個resume 但竟然打算給15萬 15萬 不知道什麼公司要用他收拾個resume Coach十分困惑 來來回回問了他很多次是15萬嗎 5萬 1萬 10萬 又擔心他是不是去買工 答案都是沒有聽錯 是15萬 收拾個resume Coach之前有一集分享過我幫UBC的同學和舊生做resume review 和mock interviews 因為Coach沒錢成等大廈捐給母校 唯有密密做義工 今年已經做了幾輪 每次我都想起準備去加拿大或其他國家的香港人 究竟不知道他們的resume 給不給得上這些UBC準備找工作的學生呢 由於朋友打算用15萬來收拾好個resume Coach看到香港網上一些專門幫人收拾CV的公司 嘩 水平真是目不忍道 簡直害死人 是必死無疑 尤其輸去到外國 一定是佔底 Coach會製作一個完整的系列 逐個步驟逐個resume 段落地去教學 這就是Coach的resume clinic series 提提大家訂閱Coach教育頻道 請按LIKE 建設性留言 多謝支持 首先弄清楚resume和CV是什麼 resume是一個精簡的履歷總結 通常是一兩頁子 curriculum vitae 簡稱CV 或者Vitae就是拉丁文解作Course of Life 人生的歷程 所以是一個長盡完整的紀錄 可以去到二十幾頁三十幾頁子都不出奇 通常是給一些專業學者 或者大學教授、醫生研究人員用的 有趣的是不同國家對歷歷都有不同的專有名詞 加拿大美國就很清楚地分開resume和CV 平常的用法就是用resume 英國、香港、澳洲、歐洲都統稱為CV 紐西蘭就無所謂的 CV和resume是通用 講到resume 編輯的目的是要達到一個簡潔精煉的簡歷 Editing resume 的確是一個很實際的功力比試 如果不是UBC都不會每隔一個月就開班 為學生和舊生做resume review 那resume editing有什麼重要呢? resume是一種廣告和營銷的工具 可以證明你的職業、資格和潛力 一份寫得有條理、沒有錯誤的簡歷 會給人很深刻的印象 resume能夠幫你 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增加面試的機會 由此可見 所謂成也resume、敗也resume 都傾著在那一兩頁紙上 可以說resume可能幫到你養起一家人 幫你取得外國的永居權 所以才有人夠膽收15萬 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擊中摘要的亮點 首先出現在你的resume 有一段大概不要超過五行 是要符合職位的要點、簡潔而且具體的陳述 這個將會放在你的resume最頂部的位置 因為是最重要的 它是特出申請人的價值 和適合招聘的職位 是全份resume的亮點 第二個是關鍵詞 接下來在你的resume的第二段 也是在第二個重要的地方 是要列出技能的關鍵詞 Skill Keywords 招聘人和現在常用的 申請人跟蹤系統的Applicant Tracking System 就會掃描關鍵字作為第一關的淘汰 即是申請人的resume 如果沒有和招聘廣告一樣的技能關鍵詞 就會被篩走 根本它的resume從未到真人手上閱讀 所以列出和廣告相同的關鍵詞必須要做 第三是考慮簡歷每一個部分優先次序 列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選擇合適的章節標題 來得出你的優勢 相對重要性低的段落 放到最後面 記住僅僅包含相關訊息 無關或間接才有關的 就可以考慮刪去 所以由於每個申請人的背景不同 簡歷段落的排序和標題都會有其獨特性 第四 每一份簡歷都應該為職位的描述度身訂造 最適合的就是贏家 通過考慮優先次序來編輯和成就你的經驗 清新流暢就會自然被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相反來說 一些死板左抄右抄整合而成的簡歷就會相形見絕 第五避免使用被視為無力或被動詞 相反來說 要盡量使用有力的動作詞 來明確顯示你的貢獻和成就 選擇正面、有建設性、有說服力、有精準的 Action Verb可以說是秘密武器 所以Coach會在另一集深入地討論 第六 看看有沒有寫錯與語法的錯誤 很明顯英文句法一定要清楚乾淨 很多人都會找英文老師幫忙 你自己要看一看 不要鎖托非人 Coach見過有香港中學學生班訪裡的逼步版 就貼滿一些應該是優秀的學生文章 可惜錯漏百出 顯示很多老師其實都應該去再教育 Coach在UBC教學時 亦發現Native Speaker都有很多語法的錯誤 不過當然他與這些無語的人 和second language user 錯誤的地方會不同 所以如果你找到出色的Editor 是你的福氣 第七個是格式化的問題 即Formatting 格式的風格 適不適合你現在申請的工作 一個有合適的簡歷文件抬頭的Header 可以突出聯繫申請者的方式 而四邊都應該有1英寸的距離 有意義和清晰的簡歷分段 單行或1.5行的距離 要使用要點 即Bullet Point 列出職位的描述 不需要放照片 也千萬不要放 字體的大小最好就是方11或12 每一節的標題之間 有些空位被人有呼吸的地方 第八個就是看看有沒有信息遺漏的地方 日期地點標題 工作職責的簡短描述有沒有漏呢 也都按需要看看 要不需要將一些自願的職位 和實習的經歷放進去 盡量利用量化的指標 你要記錄你的歷程的track record 這個就是最有影響力的了 接下來是第九點教對的策略 大聲朗讀 請朋友幫忙閱讀 聘請專業的服務 或者打印一份hard copy出來 可以放在一邊 稍後再去審核 這些都是好實用的方法 今集 Coach Resume Clinic Series 是第一集 陸續我會為大家深入研究 如何去準備一份perfect的resume 使大家去到外國 能夠重新一展所長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 如果你喜歡今集的內容的話 請你記住訂閱Coach 教育頻道 給like 堅持性留言 多謝你們繼續支持 請訂閱Coach